2000多这个价位断铁机器一直是大家要的比较多的 所以说像什么XSMS和苹果世界一到货基本两三天就出完了 但是今天我推荐这个价位断铁机器一定会颠覆你的认知 走跟我去华强美市场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飞扬市场的美版iPhone性价比普遍都很高 但同时水也很深不建议小白自己过来淘机 还是得有我这样的老床家为你保家护皇 让你顺利上岸 老板现在14什么价格 这个屏幕边框有点瑕疵的 25给你 25啊 现在每版14的话都需要开孔打卡槽 价格都比13要便宜的 性价比真的挺高的 相当于买个iPad mini 6的青春版 A15满血版处理器 玩个原神都是满征运行 后置13Pro Max同款射箭头 无论你是拍照还是拍视频 都是天花版的级别 搭配iOS系统流畅用个四五年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毕竟18年发布的iPhone X 到现在依然是学生党首选的游戏神机 现在14系列打孔开卡槽的话 已经不需要动主板了 所以市场上很多档口都在卖 看过去都是人山人海的 嘿哥我订的这些12Pro都在这里是吧 什么价格我 27 27啊兄弟们 如果说你们不接受开孔打卡槽的话 2000多的12Pro同样很值得入手啊 A14满血处理器啊 跟A15几乎没有区别 后置Polo级别的三色系统 加激光雷达 不锈钢中框 以及金属玻璃背板 这高级感可不是入门机13 14比得了的 如果是你们的话 2000价位会选iPhone 14还是12Pro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欢迎评论区留言